每天說一句 台語有意思 每天一句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DJ TK 我來念歌了 現在的年輕人都聽HIP HOP 台灣的HIP HOP是念歌 沒錯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紹的主題就是念歌 念歌和魚誰做念歌 樂馬里誰做熱鹽鹽 高娃歌 念第七條 歌第一條 念歌也叫做念歌 是一種傳統的民間技術 它是念歌的藝人 大月金 會大公賢 半套 自己大 自己唱 哪大 哪唱的 台灣民間歌謠 念歌的藝人 民間尊稱他們是歌聲 新唱如流聲 五天樓 尚秀琴 都是台灣真有名的歌聲 念歌用的去調 叫做歌調 該書上用的就是 江五條 唱剛才剛唱的 我來念歌了 就是江五條 念歌對歌聲在廟店 地樓公佈電台電視台四街流團 歌聲為了土壇 有時會讓人請去賣藥 在廟店念歌 讓人客 念歌的歌書 有些人會跟誰做小小本的歌書 讓小店賣在民間流團 那歌書的內容八百款 有放人做好事的 款式文 像款式歌 也有一些古早的新謀團帥 在樓車流動海 還有台灣的理事故事 幾歲元 流團幾十八年的民間故事 唱 議策要簽訂 社會發生的順順順 可以說是台灣的文化補充 跟念歌唱劇 多少有參考的小義舞 賣藥的縣子 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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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在考慮 人賣藥 賣藥 又要計算 賣藥 又要電 另外一句小義是 江五到處 有 要吃就有 意思是說 我們人如果有一杯好工夫 吃清就不用擔心 是在考慮人 要有自己的選順 後來就有 贏夭食 流 涼瓜 瓜鮮 月薪 大公仙 無聊 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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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夫 到處 要吃就有 念鍵是我們台灣很重要的文化 大家可以聽念鍵 實在更多台灣的故事 我們今天的每天一日講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午再會 咳咳咳咳